所以即使損失,損失的數量不算是很大 不過我們這些屋檢的街坊也很擔心 究竟這個數字是不是真的反映到現實的狀況呢? 現時我們問過屋檢的法團 他們表示暫時根據資料 就沒有特別大的損失 因為以前跟領展一路談的時候 都有一個溝通 領展是負擔回所有的費用 但我知道我們今天有很多議員幹事 以及其他屋檢的代表並沒有這麼幸運 有很多屋檢已經承擔了很多額外的費用 但是除了這個分攤費用之外 我也想跟大家提及一下 關於房屋處買了給領展之後 領展再賣給第三方之後衍生出來的問題 我們的屋檢涉及了一些雙殘的車位 以往當房屋處買停車場給領展的時候 其實仍然有延續到那個雙殘人士 是四折租車位的優惠給雙殘人士使用的 但是當他在2015年的9月份 同下賣給新的炒家人楊國際公司之後 這個雙殘人士的優惠並沒有延續下去 直至到今年的9月份 新的業主正式通知我們邵輪院 有四個雙殘人士 他們不能夠再以雙殘人士的身份 以一個優惠的租金的價錢 去繼續續租他們的車位 而且就是被迫遷 我覺得這些完全是房屋處當年 沒有拆息的一些問題 而這些問題是直接影響到民生 尤其是一些弱小的社群 包括雙殘人士 所以我們很希望政府 透過今天除了解這個分攤的費用 比例上的資料 可以向我們的業主提供更多的資訊之外 亦都去關顧一下我們 受住賣給領子 領子就是賣給炒家這個行為上面 有所損失的業主和一些小眾 希望政府都可以關注他們的需要 好嗎? 謝謝唐先生 好 再多謝屯門入民賓議員 好 多謝各位不同屋園的街坊朋友 一起來參與 我們有進一步的消息 約到房屋處長的時候 會再和大家一起聯絡 多謝大家再次 也多謝各位傳媒朋友 多謝